英特尔CPU的连度更新 Azure Lake来了 对我们迷离主机 最相关的是H系列移动CPU 首台装置Azure Lake的迷离主机 仍然是阿苏斯华硕LAC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最新第二代 英特尔Ultra移动标压CPU 225H的高性能小主机 阿苏斯华硕LAC15 Pro 华硕LAC15 Pro 有宝版和后版 前脸的接口是一样的 后面版就有了区别 后版相对宝版 可以使用扩展配件 增添SSD或者外置接口 比如通过板载的M.2 P3E 4.0接口 可以转接出来2.5G网口加USB接口 它们装置好了是这样的 双网口是不是很轻松啊 这次我们先发拿到的是 宝版 它的优点是小巧精致 放置在哪都好看 面对这两台接口 几乎一样的迷离主机 大家更喜欢宝版的小巧 还是更喜欢后版的扩展能力呢 华硕LAC15 Pro 装置的是 英特尔Ultra 5 225H CPU 14核14线程 类置的英特尔ARC 130T核显 CSO DIME DDR5内存 6400MHz M.2 P3E 5.0和4.0X4的双MV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 加WiFi7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小电源是4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只有不到0.5升的体积 金属机身 塑料顶盖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C3.2进2x2接口 20G的带宽 双USB3.2进2A口 10G的带宽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雷电4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3.2进2A口 10G的带宽 USB2.0接口 雷电4接口 HDMI 2.0接口 一共4组显示出输接口 双侧和后部都有通风口 后盖采取免工具拆装方式 轻轻提拉锁扣 后盖就打开了 是不是很容易啊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顶盖上是两块NVMe的散热铁 双DDR5内层 最大6400MHz 2280M.2PCIe 5.0 NVMe接口 242的M.2PCIe 4.0 NVMe接口 Intel B1201 WiFi7无线网卡 感谢国内著名内层厂商 宇瞻提供的 CSO-DDR5 6400MHz 以及本内层条 给它装上 两条16G 一共312G 爱国者2TB PCIe 4.0X4的NVMe SSD 开盖和安装配件 全程都靠手 没用螺丝刀 BIOS里内存显示的是 312G DDR5 6400MHz 这里可以看到设置的是 最强性能 而且是华硕特有的 动态P-L1和P-L4支持 可以在风扇模式里 选择性能释放 有静音 标准 性能 三种模式 我们选择的是性能模式 如果我们在系统里 安装了华硕管架软件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稳定性是我们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运行在 63到62W之间 整机功耗大多时候 在86W到83W之间 CPU整体频率 运行在平均3.4GHz 在单烤的1小时05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62W左右 时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101度 内层温度最高上升到48.5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3度 内层和SSD温度不高 我们首先使用 华硕LUK15 Pro主机的 Ultra 5 225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能效如何 最后结果是 10分11秒 共计611秒 首先 相比去年的Ultra 5 125H 大幅提高啊 接近了最好的8845HS 还超过了去年的Ultra 7 155H CPUZ多线程8019.8 单线程729.4 多线程能机超过了 所有的13900H 13700H 还有8845HS 也超过了Ultra 7 155H 进步挺大的 GIGPENG5 多核12992 单核2047 多核成绩超过了Ultra 7 155H 和所有的8845HS 超过了Ultra 5 125H 2000分 也超过了M4Mac mini GIGPENG6 多核13917 单核2823 多核成绩仅仅低于 华硕44Pro家的 Ultra 9 185H 高于所有的13900H 13700H 8845HS 轻松超过上一代的 155H和125H CELIBENG223 多核16702 单核1965 多核接近8845HS 不如Ultra 7 155H 和最好的13900H CELIBENG224 多核951 单核124 多核远超 125H 接近8845HS PASMAC多核成 32236 单核成 4559 多核成 刚好超过了上一代的 Ultra 7 155H 接近8845HS 1225H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 Ultra 5 225H 62W的性能发挥 已经远超上一代 Ultra 5 125H 刚好超过Ultra 7 155H 一点点 接近了8845HS 和13900H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1299666 CPU得分 625301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 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尺 古东场景 接近70帧 复杂场景60帧左右 地平线4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全程60多帧 荒野大标格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固测试 平均针43针 古墓丽营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性能测试 平均针38针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12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接近60帧 这就是 英特尔ARC 130T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 温度传感器数据 1024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82度 内存做显存 最高温度52.8度 SSD最高温度45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601 Fire Strike 8308 Still No Man Night 23.16FPS 稳定度 99.1%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Time Spy 比得上155H 超过了所有的780M核显 Fire Strike 就中规中矩了 和125H差不多 Still No Man Night 超过了所有的780M核显 但这只是跑分 3A游戏表现 是不如8845HS的 网游倒是赶上了8845HS 我们也给它运行了 大模型测试 还是贪吃蛇变成问题 结果是10.21TOKEN每秒 比8845HS要差一些 测试Deepseq 21 振留的千问7B模型 简单问题 12TOKEN每秒 测试Deepseq 21 振留的千问14B模型 简单问题6.13TOKEN每秒 我们一直在说 CSO-DIMM DDR5内存 那么什么是CSO-DIMM呢 咱们迷离主机 一直使用的 DDR5 5600MHz 5200MHz 还有4800MHz的内存 都是SO-DIMM架构的 为了能让可替换内存的频率 能够稳定的上6400MHz 必须在内存模块中 添加客户失踪驱动器的 CKD组件 所以新的架构名称的前面 就多了一个C SO-DIMM 变成了CSO-DIMM 而业界第一台 支持CSO-DIMM的 DDR5内存架构的设备 就是这台 阿苏斯华硕15 Pro 咱们用3DMark 对比一下它和普通 5600MHz内存 这是Time Spy 这是FireStrike 这是SteelDomain Lite 都有不小的提升 显示介口输出 HDMI介口最高支持 4K60Hz 8bit RGB显示信号输出 雷电4介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4介口能够支持 4K160Hz 8bit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bit RGB信号 英特尔ARK130T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M.2 P3E 4.0 NVMe硬盘测试 7000兆币每秒 达到了P3E 4.0X4的最好水平 安装了支持P3E 5.0X4的 英瑞达T700 SSD 接近12000兆币每秒 这只是T700的最高读写速度 不是M.2 P3E 5.0的极限速度 雷电4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注意这是在另一雷电式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时候测到的 说明雷电式接口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WiFi 6测试 Intel B1201 Wi-Fi 7无线网卡 刨上了930兆BPS 算是我的WiFi 6无线网络测试中 最好的水平 WiFi 7贴脸测试 下载1200兆BPS 上传2000兆BPS 看一下下载上传文件 WiFi 7确实不错 Intel i226刚飞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的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阿苏斯华硕 LUK15 Pro 装置了14和14线程的 Ultra 5 225H CPU 62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85W 待机最高功耗9.7W 按这个结果 120W的小电源轻松搞定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度 SSD待机温度41度 在在小主机高性能模式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61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7分贝 我们也设置了风扇标准模式 和静音模式 各跑了一个小时的FPU单考 标准模式 CPU性能释放56W 静音模式 CPU性能释放53W 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 静音模式就足够了 华硕LUK15 Pro 比例电脑 装置了14和14线程的 Ultra 5 225H CPU 62W的性能释放 性能表现超强 出乎我的意料 不仅远超上一代的125H 还超过了Ultra 7 155H 接近了13900H和AMD RAM 7 8845HS 真不错 华硕这款NAC可以免工具 拆卸底盖 安装配件 具有良好的高可维护性 比上一代更方便了 还有这做工可是一级棒啊 小巧 精致 漂亮 试显示接口 非常好 作为一台高级商业迷离主机 它有市面上最优的用料和设计 它能满足40度以上的严酷环境下的 7×24小时运行 支持VPro 无头显示 端口控制等专业功能 相比上一代 它把2282的M.2PCIe升级到了5.0 无线升级到了WiFi7 直接拉到底 给到最好 缺点吗 雷电4不支持PD电源 顺便说一下 对于还没看到的后版华硕LUC15 Pro 既然可以使用2242的PCIe 4.0插槽 来转接扩展配件 那么4.0是60多G的带宽啊 搞两个万兆电口的扩展配件 理论上应该可以吧 搞一个欧克林克接口的扩展配件 成本应该不贵吧 总结一下 62瓦的性能释放 超强 装置Ultra 5 225H的 华硕LUC15 Pro 整体性能相比上一代Ultra 5 125H 有大跃进 接近Rion 7 8845HS Ultra 5接近了Rion 7 不错吧 散热和精英稳定 除了雷电4不兼容PD电源 接口兼容性不错 商业化的精致做工 无工具 开盖安装配件 还有这品牌 当然算是迷你电脑最领机的了 这绝对是目前最优秀的商业迷你电脑 没有之一 厂商后续应该会提供国补支持 无意在价格上也能给予购买者很好的优惠 推荐对使用环境有严苛要求的用家 以及一直喜欢英特尔和华硕LUC的朋友去购买它 华硕LUC15 Pro 不会让你失望 不有所值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